Hello,大家好,我是Winsky,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的趣味验证码的系列课程 上节课给大家介绍了一下UITaxField的使用方法 我们对UI这个基础空间的讲解就到上节课为止就结束了 然后呢,这节课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AutoLayout的基本概念以及基本使用方法 那究竟什么是AutoLayout呢? 我们会用工程形式跟大家说明 我们还是打开我们上节课使用的这个Demo 我现在已经拖了一个UIWheel 在Interface Builder里面我有一个这个UIWheel 然后我把它拖到了我们的这个空间当中 在最开始的时候呢,我在给大家讲UIWheel的时候 我们讲过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叫做Frame 也就是说这个Frame规定了我们当前这个Wheel的大小以及它的位置 而所有我们对这个Wheel的设置,对Frame的这个设置呢 就会被叫做Layout,也就是布局 它的我们每一个空间的大小以及它的位置就决定了我们这个空间的布局 然后呢,当我们有很多的空间的时候 它们所有的这些呢,就组成了这个整个页面的一个Layout 整个页面的这一个布局 然后AutoLayout的意思呢,就是说 我们不是手动的去设置我们这些Wheel的布局 而是通过一个自动的方式 这个自动的方式并不是说我们不用再去设置我们这个UI的Frame 而是说我们的这个Frame会经过系统来进行一个相对的计算 我们接下来来说这个相对究竟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我们当前的这个Wheel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们侧边栏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X值和它的Y值 现在的这个值呢,是一个绝对值 也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Wheel相当于它的SuperWheel 也就是它的负Wheel的一个绝对的坐标 它距离我们这个负极Wheel的00点 然后有180的横坐标的偏移 以及236的纵坐标的偏移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在模拟器里面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哦,选成了6Plus的模拟器没有关系 呃,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的这个Wheel 并没有像我们在我们刚才的那个Interface Building里面看到的 它是居中的 而是有一个,它并没有显示在屏幕的正中间 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说的 它现在是一个绝对的布局 它就是距离我们的00点有一个横坐标的180的偏移 而我们整个页面的宽度也没,也就只有375嘛 所以说它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东西呢,就超出了屏幕 而我们的Outlayout呢,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说它会帮我们去适配不同的屏幕 当我们设定好一些约束的情况下 我们的这个Wheel就会以这个约束的形式 然后来激动在不同的屏幕尺寸上来自动的计算它的位置 呃,我现在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我们在,大家可以看到在Interface Building的 哦,Interface Builder的最下面这块有一排按钮 呃,这四个按钮呢,就是用来设置我们的Outlayout的 然后我们点最后一个,大家可以看到这块有一个 这个Admissing这个Constraints这个 我们点一下 然后呢,这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在Interface Building里面出现了一些横线 还有一些纵线 这些线就是我们被叫做约束的这个东西 这个约束决定了我们当前这个Wheel的一些位置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左边的边栏里面来看到这些Wheel的一些 嗯,应该说是我们约束的一些属性吧 我们这节课呢,不会非常详细的给大家介绍这个Outlayout的使用方法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体系 我们只会给大家讲解一下基本的用法 然后讲一些基本概念 比如说我们当前选中的这个Wheel.Top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当前的这个Wheel 距离我们它的这个Fuheel的Top有一个相对的值 然后我们选中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有166 这个就是一个相对的值 我们可以去修改它 当我们修改成140的时候 那就说明我们的这个Wheel距我们这个上边界会有一个140的偏移 这个是不随我们的屏幕尺寸而变的 也就是说不管我们的屏幕尺寸有多大 它这个Wheel距上边距都是140 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下面这个还有一个 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在侧边栏里面 它有一个240 我们可以把它也改一下 这个就说明我们距离我们这个Wheel的Bottom 也就是我们这个Wheel的底部 有一个240的偏移量 这样呢,不管我们的屏幕是长是短 我们距上距下的这个偏移量都是固定的 那能变的就是我们这个图片 不是,这个Wheel的高度 所以说在不同的尺寸 在不同尺寸的屏幕上面呢 根据这个Auto Layout的自动计算 我们的这个Wheel是高度是会有变化的 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眼 我们再运行一下模拟器 大家看到了吗? 现在我们的这个Wheel是这样的一个长度 然后接下来呢,我再换一种模拟器 我可以把它换成比如说短一点的 我换成iPhone 5,4S吧 这样更短 大家可以更容易的看出来效果 OK,我们再运行下模拟器 选择了iPhone 4S 这时候呢,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UiWheel的上面 距上面的边界和它的下方 距下面的这个边界是没有变的 但是它整个的高度 这个Wheel的高度已经改变了 这就是这个AutoLayout的强大之处 在你规定完约束之后 我们的这个系统会帮你自动计算 我们这个在它这个约束下 我们这个Wheel的一个大小 OK,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我们的代码 这个地方有一个Wheel.centerX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说 也是它是另外一个约束 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当前这个UiWheel的中心点 也就是它的center的这个值 是和我们这个Wheel 也就是它这个super 它的superWheel的这个center的X 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横向居中 然后我们也可以给它添加 一个纵向居中的值 怎么添加呢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们下面这一排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第二个 哦不对,是第一个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一个相对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水平 有一个纵向 然后我们选中纵向 然后再加一个 这样呢,我们就有一个centerY的一个约束 然后呢,这就是让它垂直居中 然后我们可以再运行一下模拟器 看一下效果 这时候我们的这个Wheel 就是在我们整个屏幕的正中间了 大家看到这个效果了吧 这就是这个auto layout的一些使用方法 它有一些可以设置我们的上面的一些相对宽度 然后下面的相对位置 然后其实左右的相对位置也可以来设置 但是我们并没有做 然后刚才我们还做了一个 它这个center的一个相对位置 接下来呢,我会再拖一个UI wheel进来 然后我们来做两个wheel的一个相对的适配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拖一个UI wheel到我们的这个controller的wheel上面去 比如说我们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现在它也是没有约束的 然后我们可以还是通过这个方法 把它缺失的约束都加上 然后呢,我们这时候可以看到 它已经系统默认给我们加了一些约束了 我们看一下都有什么 首先我们这个wheel的top 有一个和我们上面这个wheelbottom之间的一个相对约束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下面的这个wheel 它的上部和我们上面这个wheel的下部 中间会有一个相对值 现在呢,这个相对值是60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改成30 OK,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这个wheel对我们这个下边距也有一个值 我们把这个改成0 这样我们的wheel就会贴着这个底边 然后上面呢,据我们上面的如果有一个相对值 然后它还有相对的一些其他自动添加的约束 我们就先不管 我们再用下模拟器看一下效果 这应该是会有一些约束的冲突 稍等一下,我再去稍微调一下 看一下是哪出了问题 它会有一些这个 我们把这几个这两个多余的约束先干掉 然后让它的宽度是一个固定的值 OK,然后我们再运行下模拟器 这时候呢,我们应该会看到两个wheel 然后第二个wheel它是贴着底部的 然后上面离我们最上面这个wheel有一段间距 这时候我们再去换一下模拟器 我们换成iPhone6s 然后呢,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看到 下面的那个wheel应该会变得更大一些 但是上面那个wheel除了中心的位置改变以外 其他的应该是没有什么改变的 OK,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了 我们下面的这个wheel 然后我们这个wheel呢 现在也是居中的 然后呢,它离下面的这个wheel 还是有一个 这个应该一个叫我们刚才写好的这个间距 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这个storyboard里面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当前我们的这些约束都在这里面 然后呢,它就造就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 可以自动适配屏幕大小的一个布局 所以说这个outlayout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 然后它把我们的一些坐标的算法呢 抽象成了一些约束 然后根据这些约束来唯一的确定我们这一个wheel的大小 但是怎么说呢 这一套工具在interface building里面使用起来 其实并不是很直观 大家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些约束都是被列在一起的 然后如果我们这个页面里面有非常多的约束的话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这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我们这个地方可能有一排可能十几二十个约束 这样当我们去做一些比较复杂的页面的时候呢 可能也会相对的会有一些问题 所以呢,然后我们是可以用代码来写这些约束的 然后也有一些第三方的类裤把苹果的这个outlayout 进行了一个很好的封装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看一下我的另外一门课程 就是那个防网易新闻首页的课程 那里面有一个对第三方裤叫做snapkit的一个讲解 那个裤就是一个封装的非常好的outlayout的一个类裤 可以用纯代码的形式 然后来写这些约束 可以虽然在我们的interface里面 interface builder里面这个约束看起来更加的直观一些 但是如果你是和同就是你的同伴一起合作 然后用这个outlayout来处理一些复杂的页面 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吧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这节课我并不会给大家非常深入的讲解 这个outlayout的使用 大家只需要记住 对于这个outlayout来说 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相对的 只有我们这个屏幕的大小是绝对的 所以说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根据我们这个绝对的屏幕大小 然后来算一个相对的位置 这个绝对的屏幕大小就是 比如说我们的iPhone4啊 iPhone5 iPhone6 iPhone6 Plus 然后或者iPad 这样的一些不同尺寸的屏幕 然后根据这些不同的尺寸屏幕呢 我们要确定好我们这个wheel的一些相对的尺寸 比如说它上下左右的距离 或者说我们这两个wheel之间的一些相对距离 这些都是要大家提前想好的 然后再去进行我们的这个约束的设置 OK 然后这节课呢 我们就到这里 outlayout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类库 同时它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类库 苹果给我们设计的这套API 其实也并不是非常的人性化 希望大家呢 在课后呢 去可以去好好的自己做一做实验 然后看一看我们这些不同的约束 当你去修改这些数值的时候呢 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这个东西呢 也是比较凭经验的 如果你没有比较多的编码 或者说没有做过很多的这个页面的话呢 也不可能去完全的掌握它 所以希望课后大家可以做一个自己的练习 然后可以试一下各种各样不同的约束 都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OK 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 然后下节课呢 应该我们就会进入我们的实践部分了 然后会带着大家去实现这个 去位验证码的整个的这个工程 OK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我是Winsky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的课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